早上下着暮暮小雨 心情不多不少都带些蓝钓 这里摆地摊的街市很有本土特色 不好的一点是无牙遮头 小贩们都需要承受好天晒 落雨淋的情景 当我们吃菜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农民的艰辛 和菜饭的付出 看坂这场雨还有一段落 唯有走到楼上吃个早餐 这间早餐店 绝对不是网红打卡的地方 有的只是老板真正热心地服务大众 感觉特别亲切 而楼大部分的店铺都是经营传统服装店 以手工作画的招牌非常古典 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就是当找不到人接班的时候 很多都选择结束营业 手艺失传实在可惜 吃个早餐 外面还是下雨 就趁这个机会向当地的前辈打听一下民东的历史背景 这里的街市当然有榴莲埋了 还有出名好辣的民东姜 20世纪初期 民东在开佛市是经营石矿生意 20世纪中期 由于石米产量减少 大部分商家都转型经营橡胶园 遇到打扮端庄又好聊的杂货铺老板娘 也都很热情地讲解他店铺的历史 这里真的很多小食店 各种各类可以由朝食到晚 不怕鹅亲 行行行就行了进去新村 想了解本地华人的文化 就要过来看看 如果你问身边的朋友 钱财和健康你选择哪样 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 化金真是会得金 就连他都看不明白